他是蒋介石最信任的将领, 连创五个第一, 还是靠枯进了黄埔军校。 湖东南公元1896到1962年, 原国民党军高级将领, 原名秦斋, 自寿山, 浙江安吉堂普赫路西人, 出生于浙江镇海陈家铺, 黄埔一期毕业生, 号称天子门生第一人, 是蒋介石最宠爱, 最重要的军事将领, 其一生历经黄埔建军, 东征、北伐、内战、 剿攻、抗日战争, 直到1947年指挥进攻, 占领中国共产党的首府延安, 转战西北, 官知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西安隋敬公署主任, 成为手握几十万重兵, 指挥几个兵团的二级, 上将与明镇一时的西北王。 当年胡宗南参加黄埔军校入学考试, 因为个子比别人矮, 身体又较瘦弱, 差点在体检时被淘汰出局, 幸好他及时施展枯功, 刚好被刚好经过仲凯看见了。 他出来后对胡宗南说, 这位同学, 我批准你参加考试, 当即写了一张纸条交给胡, 上书国民革命, 急需大批人才, 只要成绩好, 身体健康, 个子矮一点也是应该录取的。 胡宗南, 是黄埔学生在国民党陆军中的第一个军长, 1936年4月, 第一个兵团总指挥, 第一个集团军总司令, 第一个战区司令长官, 第一个跨入将军行列, 也是唯一一个在离开大陆以前获得第三颗将星的人, 胡宗南堪称传奇第一个师长的名头被范汉杰夺走, 后范参加福建事变, 不久重回蒋镇营充当胡的副手后, 就再也追不上胡的晋升步伐, 胡宗南升任战区司令长官后, 开始建立自己的派系, 是黄埔系内的一个小派系, 胡宗南系, 汤恩伯系, 陈城土木系, 杜玉明第五军系是黄埔系中的几个实力最强的小派系。